11个小贩中心和7家咖啡店明天起可让5名完成疫苗接种者同桌用餐 尽管多数受访业者预计人潮要到周末才会涌现 他们还是做好准备包括设置检查站迎接更多同桌用餐者的到来 在刚过去的周末这家咖啡店的业者开始忙着设立屏障 这是获准接受更多食客同桌用餐的7家咖啡店之一 根据放宽的条例咖啡店周围必须围起来才符合安全管理措施 业者也必须在指定入口处检查时刻的疫苗接种记录 虽然之前我们也是有放人到每一桌去问 可是会有时候会疏漏 所以现在你确保每个只要进来这个区域都已经check过之后 也减少每个摊位的那个烦恼要每一个去问 有时人潮多一点他们很难去追那个时间去追问 对所以更好的控制我觉得 在滨海湾花园沙爹湾为了避免造成混乱 业者午夜过后才会改换座位摆设 将桌上的贴纸清除并为每张桌子增添更多张椅子 新加坡食品局说咖啡店一旦安全措施到位 就能接受五名已接种疫苗的食客同桌用餐 其余的小贩中心则预计月底就能完成检测站的设置 摊贩都满心期待更多食客回流 为他们带来更多生意 感谢观看